身处浮华的娱乐圈中,明星之间纷纷和和似乎成了家常便饭,可能是感情变淡,又或者是利益驱使,又或使然,各种各样的原因看得人眼花缭乱,而演员王志飞的感情生活也为吃瓜群众平添了许多,半饭料。 1965年出生的王志飞,在十岁那年,因为一场校园文艺会演,而对话剧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,长大后他按照自己的梦想,成功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,并凭借出现的表现得到了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的机会,与娟子、傅彪、林金来等知名老戏鼓成了同窗。 毕业后,王志飞顺利投身演艺圈,更是如同,拼命三郎,一般,一天跑三四个片场只为了自己的表演梦。 而正是这种这份对表演的执着,让本就有灵气的他在1999年,凭借电视剧《突出重围》中的指挥官,唐龙,不仅走入了观众的视野中,更是一举拿下了,精英奖观众最喜爱男配角奖。 此后,王志飞愈发的高产,截止至今他已经前后参演了上百部影视剧的拍摄,塑造过的经典作品更是数不胜数。 《大秦帝国之裂变》中建议的《商鞅、向东市大海》中的宁波商人周汉良。 《浮沉》中的国企赋场长于智德。 这些角色都经由王志飞的出色演绎,而在观众的脑海中深深留下了印记。 而在影视剧中经历了很多精彩人生的王志飞,现实中的感情生活同样精彩到不行,他结婚算挺早了,在1992年时就惊人介绍认识了第一任妻子李健。 然而两人虽然顺利结婚,还生下了可爱的儿子王也,但这段相伴十余年的婚姻最终没能抵得住时间,2005年王志飞恢复了单身。 同年,王志飞因为拍摄电视剧《风吹云动心不动》,与小16岁的女演员张欣义因细生情,可惜两人连七年支养都没有熬过还是选择了分手。 分手后的王志飞潇洒依旧,不多时又被外界爆出了新的恋情,女友则是女演员张定涵,两人也是相差15岁,但不同于上一段恋情的事,两人从恋爱到领证只花费了三天的时间。 虽然这段婚姻,来得令人猝不及防,但王志飞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不仅给了张定涵一个盛大的婚礼,还三顾茅庐请了朱石茂客串婚礼司仪。 光一如见,如今两人结婚已经四年有余了,这期间张定涵又为他添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可爱女儿,让他十分欢喜,希望王志飞这次选择的妻子,是他梦想中那个能白手看夕阳的人吧。 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